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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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特别没有意义 我觉得你才特别有意义 我一提王大花 我刚才跟你说了 这个东西已经被轻路挫在保险柜里 你让他开保险柜你倒会吧他 他怎么不会啊 王大花之前干了很多你我都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人家干的比也是很好吗 轻木正二的保险柜你不是看他怎么开了吗 你告诉王大花 开开之后把我们要的东西拍出来 老大 你太有笑话了 偷拍 还开保险柜 我告诉你 他除了会狐狐铁柄了 你觉得他可能干这事吗他 夏佳科同志 现在是关键时刻 轻木正二的办公室 你进不去我也进不去 只有王大花能进去 你干什么 你给我打住 我一会儿去到码头 组织上托曲先生运往抗联前线的盐 今天早上已经到了 我得亲自盯着 这网丑事 还在这儿 对不起 你那瓶盐暂时心运不出去了 出什么事 我让日本人盯上了 你那批货 暂时先放在别的仓库里头 安全吗 那是我私人仓库 完全没问题 有多人看着 这人 您有多家小姐 这事有关 一定是那个吴士德和日本人合作 搞得鬼 我一定要找他算账 我一定要找他算账 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小心点啊 行 走吧 找他 不 放心 这东西 这东西扛帅我 扛帅扛帅 这匹货是哪儿运来的 是从山东运过来的 这不码头让日本人站了吗 这屈先生说 就把这批货先放在这儿 好好好 慢点 慢点啊 没事 慢点 慢点 这个吴智德呀 是非要把老祖宗留下的 正德老字号给毁了不可呀 这次大连商会选举呀 一定要把这吴智德轻重重 哪那么容易呀 今天我来找你啊 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这事 商会的一大半理事 都要推举吴智德做会长 什么 把他成会长 这一大半理事 一定是日本人在背后搞作鬼 邀请这帮理事 没错 可那是日本人暗地里做的事 你又抓不住把柄 那些商会的理事们 又要推举吴智德做会长 我去找他们说 就为点赢投小利 也摸死他们就那么浅的 绝不能收日本人邀请 可时局现在就摆在这儿 你要不听日本人的 他们就会把你的产业 一点一点的蚕食调 你让他们怎么办哪 以我的意思啊 咱也没必要和日本人硬碰硬 适当的时候 也可以让一小步嘛 怎么让啊 就让吴智德 做一个挂名的副会长 那怎么样 当年哪 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 这乌鲁德什么人啊 一天当晚跟日本人 裹在一起 让他当错伪的 遭殃的还是大连的商界 那以你的意思 应该怎么办 这商会是中国人的 要让日本人搅在里头 以后你我说话 谁还听啊 这也不忘 我不让 大概就是这样的 你看一下 像这样的明细表啊 一共有十张左右 你用这个 这叫微型照相机 把它拍下来就可以了 这么小能装得下吗 这里面有胶卷 你把这个对准它 一拍 等把胶卷洗出来 我们就能用了 你别着急 我慢慢教你 你看 是这样 这不有个小块吗 把它对准你要拍的东西 对准好 这儿有快门 一定要看清楚 星天一按 就可以了 我跟你说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听见你笑什么 试试 看见你要拍的东西 看见了 不是从这儿看 是从这里面看 翻译你闭上 你闭上了还能看见底下是什么东西吗 你的意思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呗 闻大花 我跟你说拍照的事 被我扯没用的啊 我知道 我一定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赶紧闭上 你能不能别瞎晃 要对准 抬高 对 按快门 在这儿 按这个 再按一下这个 简单 拍完了 这就拍完了 我告诉你啊 你还得注意焦距 要不然你拍虚了拿回来 我们根本没法用啊 什么是焦距 什么是焦距啊 我告诉你啊 你拍不拍吧 我拍呀 但是我总不能当着他的面拍吧 谁让你当着他的面拍呢 这是些药 他吃完了以后 十分钟准上厕所 那会儿没有人管你 进个地儿去拍 小家和 我刚一回去给鬼子做饭 他就吃得拉肚子 这他们还不把我给 我也不想这样 但时间仅上无众 所知让一着出此下策 这不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吗 那你别去了 我去 我就当时给三花报仇了 你等清雾 去厕所的时候 你想办法 就把他旁边那个保险柜 给他打开 不是 是 是 什么柜 保险柜啊 就是清雾办公室那个大铁皮柜子 我拿什么东西把他砸开啊 谁让你把他砸开啊 我是让你把他打开 怎么打 他上面有个刻度 刻度是什么 零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是不是 我当然知道整天算账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还能不知道 这刻度这指到零就可以了 就是那个表 表上那个刻度 指到零对吧 这差不多 你一定记成 右转三下 右转三下 左转两下 左转两下 右转一下 右转一下 记住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得听到他的锁开了的一个声音 一按那个瓣 他就开了 他听到锁开了的声音 然后按一下那个瓣 就开了 记住了吗 记住了 TayVE 不是跟你发脾气 我主要是 担心你 没事啊 那你去吗 这个我拿走了 我跟你说的这些 你一定要严格记住 一步一步去拉 这个任务 很危险 我明天陪你一块去 这要是孙科长就是孙科长了 提上来就不一般了 王大 我是副科长 你看 怎么能成孙科长了呢 再说 我提在什么程度上 您都是我师父 会说话 孙世纪 你平时不是挺能摆关架的吗 我什么时候摆关架 我摆关架 那是摆着玩的 咱这么多年 跟你面前显摆显摆 咋子还有意见呢 我没意见 你玩呗 我告诉你 警察部我最服气的就一个人 就是教科长 什么日国人 中国人都不在了 要是没有教科长 大连警察部早就是一盘散伤 你拍马屁有用吗 小董 咱们说话呢 孙科长的职务就是在你之上 以后说话的时候要有分子啊 老董 本来想跟你说句好话 咱们教科长还有上升的空间 到时候再跟你提一提不就行了吗 小孙啊 这你就说错了 在日本人手下做事 到我这个职位已经是到了头了 你现在是个副科长 这个副子回头变成正的 你还要努力啊 那不把您的才华都给淹没了 就这日子过一篇算一篇吧 反正干的也不是啥光彩的事 还得找马 胡说 胡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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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这鱼好像不太新鲜了 那今天就做我买的鱼吧 行 那你先买 爱 一会儿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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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吗 小課长们已经吃了鸡蛋了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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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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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